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出发的时候天气 原来出发机场天气是好的 是回去天气一定是好的 而且我把人弄回我松山机场之后 要是金门天气一整天都不好 能否就直接放声 你们自己各自回家 但飞到澎湖去 你还要安排他住宿 对啊 如果天气一直不好 结果这架飞机做得怎样 金门天气一直不好 他还是最后又回到松山去了 对不对 你看这样就绕了两圈 不过飞机说真的 在天空飞 对机势而言 最大的天敌就是天气 对 我跟你讲 像这个影响飞机落地就两个 一个像刚刚讲的大雾浓雾 天气 第二个大雨 不是大雾就是大雨 因为大雾就看不到跑道 就没办法落地了 大雨的话也是乒乒乓 我跟你讲 大雨就好像你汽车120公里 开在高速公路对不对 你雨刷在那边刷 噼噼噼刷刷 你都看不到前面 看到前面的刹车灯了 何况我们飞机落地前 时速到换算是300公里 你300公里 你法拉利都开不到300公里 你300公里这样子开个雨刷 告诉我你看得到跑道 不可能 我跟你讲 这是我有深深的体会 我大概在两年前 还在越南飞的时候 你知道我从胡志明 飞往越南一个地方 叫富国岛 富国岛是一个旅游胜地 整个越南就只有富国岛 发落地签证 所以要去富国岛玩的话 是不用办越南签证 去富国岛 因为它落地签证 有一天我就逢那个 胡志明飞富国岛 那天台风正好要来了 你知道吗 哇在空中大风大雨 大风大雨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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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富国岛之前 天气就不好嘛 然后整个飞机 在空中就让 坐云霄飞车 坐了40分钟 你看 江文士你可以帮我们解一下 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旁边 它旁边是富国岛 然后呢 因为天气不好嘛 台风来了 我们在空中就转了40分钟 就这样子 那你在空中忙得要死 你还有办法拍这个画面 不是 这个是最后落地之后 对不对 飞机上载到 载到台湾的粉丝 就粉丝截这个图 po在那个粉丝团 被我截下来的 在空中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给你看图 你不要讲说 在上面绕40分钟 这不是你舒舒服服 在那边坐40分钟 我飞了20几年 我第一次 飞机上有七个组员 七个空服员 除了座舱长没有吐之外 六个空服员 这个都是飞了几十年的空服员 六个空服员都吐了 那你干嘛这样绕呢 因为我们在空中要带密码 因为天气不好 不能落地 我们就一直转 一直转 我跟你讲 七个空服员吐了六个 唯一的那一个没吐的 为什么没吐你知道吗 因为他怀孕 孕吐 他平淡已经吐了 所以他没有吐 我跟你讲 像我们那一天 飞机员是很简单 我跟你讲 飞机员就这么简单 我在空中 我的天气不好 落地没办法落地 对不对 我很简单嘛 我飞机就掉头 回胡志明就结束了 我一回去说不定 我就下班了 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 我是个专业的百度人 你知道 我大概是 那个蜘蛛人的片子 电影看太多 你知道 蜘蛛人里面就讲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你知道 我就想说 你头是有点大啊你 不是 我就想说 这些客人 如果我们要把它带到目的地的话 因为大家都是要旅游的 这一趟没有落地 台风来了 好几天 他们就没办法来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就绕了 绕了四十分钟 绕了四十分钟之后 当然啦 最后就把飞机落 落在跑道上 我跟你讲 但是那个油不会不够嘛 对 阿光我跟你讲 那一天 这个飞机上 正好坐了一个台湾的旅行团 然后一个旅行团里面 还有我的粉丝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不是 不是唬烂 这个对话的截图是 是粉丝啊 粉丝留给你的 对 他说很恭喜 来 全机很多乘客 抖吐了 詹姆士今天 载了很多我们的朋友 这等缘分 他说如此奇妙 对 你看上面那一句 上面那一句 就是坐了四十分钟的余消飞 我跟你讲 真的不唬烂 四十分钟 飞机就上上下 连坐到我 你知道 坐到我头昏眼花 看那仪表板都看不清楚 就这样子晃晃晃晃晃晃 跟那个开那个连结车 那个 那个气垫椅一样 叫啵啵啵啵 晃了四十分钟啊 对 所以我跟你讲 影响飞行 除了大雾 还有那个 大雨 没有错 对 对 对